美国大选竞争越来越激烈 不过特朗普近日又出了岔子 在新罕布什尔州上台演讲时 他已死因重心不稳 差点倒地 即便迅速摆了个post严实 还是被美国网友抓住了把柄 人们也因此再次质疑他的健康状况出了问题 更值得一提的是 此事还未平息之际 特朗普又被爆出了猛料 据CNN报道 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施密特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爆料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2019年11月突然访问沃尔特里德军事医学中心时 副总统彭斯也在准备随时接替总统权力 当时特朗普在没有对外公布的情况下 突然前往医院 引发了美国民众和官员对其健康的质疑 白宫对此回应称 因为预计2020年特朗普会非常繁忙 所以便利用闲暇的周末做个体检 这只是其年度体检的一部分 而没有对外公布行程 也是因体检时间不确定 不过白宫的解释并没有让舆论幸福 关于特朗普的此次前往沃尔特里德的猜测一直存在 近日记者施密特在新书中提到这段细节时称 他了解到 在特朗普前往医院之前的几个小时里 有消息传出 如果特朗普必须接受麻醉程序 副总统可随时待命以接任总统权利 CNN在报道中还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称 特朗普这次去沃尔特里德并没有按照传统的总统医学检查规程进行 通常情况下 沃尔特里德的医务人员在美国总统到达医疗中心之前 会收到VIP访问的一般性通知 并被告知某些设施已关闭 但这次医务人员并未收到 消息人士也表示 即便是只告知了参与特朗普医学检查的一小部分医生 该中心的其他医务人员一般也会提前得知 这表明特朗普的此次访问是非常规的 可能该行程在匆忙的情况下确定 在已经公布的新书内容中 施密特并没有提到特朗普可能会接受麻醉 以及彭斯待命接任总统权力的消息来源 白宫也拒绝对CNN的报道发表评论 但根据施密特的说法 虽然彭斯最终没能转正 但还是让人们对特朗普在计划外去医院的原因 提出了新的疑问 一直以来 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位高龄候选人的健康问题都备受关注 也是彼此互相攻击的一个热点 而特朗普频繁被抓到健康把柄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质疑他能否再来四年 请不吝点赞 别往双子